近来日方一直放任所谓来历不明的渔船赴钓鱼岛海域滋事 这是当前钓鱼岛局势趋于复杂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说的情况成为现实 只能说明是日方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处心积虑地想在钓鱼岛问题上碰瓷 而升级海上事态并嫁祸中方 我要强调的是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坚定备移 将坚决应对日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我们再次严肃敦促日方 恪守中日四点原则共识 切实加强内部管束 防止局势恶化升级